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玲 大家有听过森贝尔家族和巧克力兔吗 今天小玲要和大家一起玩的玩具就是 森贝尔家族的小树屋学校 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就是我们的森贝尔家族的小树屋学校啦 我们先一起来组装一下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组装看看吧 这些呢 有这两个大的物件 这个呢 是一个小树屋 然后我们把这边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就是外部的景观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内部 这个就是教室里面啦 可以看看 这边有小黑板 看到吗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就来打扮一下教室里面吧 首先呢 是老师的讲台 小桌子 小桌子 椅子 椅子 先从里面开始 小椅子很可爱 小椅子很可爱 小的黑板刷 放在这边 嗯 是不是很逼真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外部 这个呢 是一个公告牌 好的 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学校的外面放一个公告牌 好 这边呢 是一个可以进入教室的侧门 现在呢 我们来完成一下侧门 小朋友 不能随时出去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拦起来 回一个栅栏 好 我们像这样 好 就不能随便出去啦 最后呢 还有一些小的物件 我们来看一下 小的物件呢 小的物件主要是呢 有一个天文望远镜 我们呢 放在这边 然后呢 还有一些书 然后我们把这些书呢 全部都整齐的放在这边这个书架里 好 这个外部呢 就全部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来贴贴纸 我们就把它贴到这里 然后都不要贴歪咯 乡村学校 好 现在我们的森贝尔书屋学校就完成啦 好看吗 很可爱吧 哇 我们现在呢 把小猪配奇 还有巧克力兔 这些小玩偶也找来啦 怎么样 现在学校写得很有生机了吧 好啦 今天呢 我们就组装了这个森贝尔家族的书屋学校 怎么样 有趣吗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